北韓连续三天向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发射炮弹 南韩5号举行实弹演习 发射400枚炮弹加倍奉还 两韩局势瞬间升温 最靠近北韩海岸的沿平岛 位于冲突第一线 居民对于两韩紧张情势感到焦虑 2010年南韩在沿平岛附近海域举行年度例行军演 并发射数十枚炮弹 北韩立即炮击南韩在沿平岛的炮兵阵地 最后演变为炮战 造成南韩数十名军民伤亡 居民说政府的疏散命令并不是反应过度 他们身处前线就应该提前做好准备 同样在两韩前线 位于南北韩非军事区内的台城洞小学 距离边境只有几步之遥 是南韩境内最靠近北韩的学校 这所学校5号举行毕业典礼 5名穿着韩服的毕业生 在美军军官与联合国官员的见证下 领取毕业证书 沿平岛与台城洞都地处南韩最前线 在这个紧张时刻 两地居民的处境却是两样情 华视新闻如有竹林玉山报导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欢迎订阅试团 关于是 木适宫 欢迎订阅试团 打赏订阅 欢迎订阅试团 下车 我们的语物是在香港,而是用过门的语物啊 这次游戏腾讯的城市 相关的语物是所有的新闻